那這個不是違建的問題 已經是誠信的問題 他到現在危機那個稅籍 繳稅的紀錄到現在是不肯拿出來 目前這個完全不來往 不講話這個一定不對 只是我們跟他交往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有風險管理的概念 這樣就對了 至於內政 明白跟你講 不要貪污就好了 那這個不是違建的問題 已經是誠信的問題 因為我看過那個公文 他是98年以前沒有排右線順序 對啊他是2003年 2003年就新蓋 而且那個是新蓋違建 並不是原來舊違建去改將 他有一點好 看到人家就好像在討論那個 吳新營的國籍 資料拿出來就好了 他到現在危機那個稅籍 繳稅的紀錄到現在是不肯拿出來 所以這個問題 我認為已經不是違建的問題 是誠信的問題 我們不認同這個蔡英文的 兩岸跟內政路線 兩岸是這樣 我覺得不需要搞成今天這個僵局 所以這個要有智慧 當然中國對台灣一定是有領土的野心 或是有他的想法 但是台灣也要有能力應對 所以你看看 2018年美國開始中美對抗的時候 他的國家戰略叫DECAPO 脫鉤 可是到今天你知道 美國的國家戰略已經改變 叫DERISK 就是說空險管理 那同樣的 台灣對中國大陸也是一樣 他完全脫鉤不可能 所以目前這個完全不來往 不講話 這個一定不對 只是我們跟他交往 過程當中 我們要有風險管理的概念 這樣就對了 所以兩岸關係是這樣回答 至於內政 明白跟你講 不要貪污就好了 謝謝 兩岸關係